那特别注意,这个方法跟底下有个所谓的OnOptionItems类的方法 其实不需要自己key上去 这个地方怎么产生的 其实顺便讲一下,预设是应该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那没有的话呢,你总不可能说自己慢慢key吧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呢,这边会有个所谓的程式码 自换实作方法 那这个部分呢,跟前面的讲过的有点类似 在这个我们的Activity这个地方 你就打一个O 打一个O 那你往下找 它是OnCreateOptionMenu 有没有,这边的话就会产生一个 你就把它打勾 另外有一个叫什么呢 OnOption Option,就是项目Item Option,选项的项目 被选取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要打勾案确定 你会发现呢 它会自动产生这一个跟这一个 那这两个方法我们必须把它实作 里面的话呢,必须要做哪些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必须给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话分别 有这一个五个项目 那其中的话呢 前两个是一般地图跟微信地图 那我Add的时候呢 必须给它有几个参数呢 总共有四个参数 那首先第一个参数 这个部分的话呢 底下都有一些说明 第一个我印象中是 它的Group ID 那一般的话都给零就可以了 Group ID 然后呢,再来就是Item ID 就是第一个 有没有,我们Menu Traffic 那再来Order Order就顺序 再来就Title 所以这边总共会有四个参数要给 那Group都是零 那再来的话呢 它的这一个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ID的部分 它的Menu ID的部分呢 就给我们上面的参数 那再来就零到四 里面的Title就给它 OK 那就产生一个 我们的那个Option Menu 所以将来你在点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根据上面的Title 那顺序的话呢 就零 一 二 三 四 OK 这个是On Create的时候会自动产生 这来当我点它的时候 会触发 比如说我点那个台北101的话 它就会传过去 自动会跳到台北101 那这部分的话呢 主要就是会触发一个On Option Item Slate 这个方法 点下去之后 它后面会传进来 这一个 哪一个Item 那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Item的点 GetItem的方法 去取得说 它到底点哪一个 如果是点了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们做什么动作 比如说呢 我就把这个卫星地图设为False 就会回到一般地图 OK 那如果说卫星地图的话呢 那我就把卫星地图设为True 就回复到卫星地图 那其他的话呢 分别就是移动到哪个地方 比如说101的话 那跟上一题一样 就是我们Animate to 台北101 这个地方台北101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GEO Point 给它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还有日月坛跟这个六合夜市 那这部分我想 各位试试看 这个程式码比较长一些些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放在那个Google Map 这边有Map2的这个程式码 画面 我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啊 这边 Ship 好 明镜我